對抗皮膚鬆弛新對策 新式微創拉皮 接著再利用張光正醫師專利的 八字迴鈴線迴露拉法 拉提深層筋膜層 達到淺層緊緻深層拉提的效果 立心美學診所 歡迎您的到來 對抗皮膚鬆弛新對策 新式微創拉皮 接著再利用張光正醫師專利的 八字迴鈴線迴露拉法 拉提深層筋膜層 達到淺層緊緻深層拉提的效果 立心美學診所 歡迎您的到來 在之前的節目 打造完美下巴是用玻尿酸 不過今天張帥用的是自體脂肪 讓人打開眼界喔 而桃花臉第三步驟 下巴完成後 第四步驟又是什麼呢 接下來第四個步驟就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步驟 真的是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年紀 是的 最重要的對不對 你看很多人 臉看起來多漂亮 一轉身看到這邊 連在一起 博臉 他的美人線消失的時候 臉跟博澤在一起叫博臉 就在這邊再怎麼緊緻 再怎麼美 這邊連在一起就是老了 就是老了 是 那以前人說 哇那我要怎麼樣再造美人線 緊緻美人線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 很難的 天方夜談 但是現在有更好的東西什麼 一樣八字迴鈴線 我們把這個八字迴鈴線 我們把針孔固定在哪裡耳朵的後面 所以看不到的 你看比如說像這個女生 你可以看到說像這樣的臉 我們完全沒有動 只動他的美人線 但是他臉看起來是不是變小了 變小而且就是有那個臉的線條 就不會薄臉 對 你再看這個女生 這看起來是年紀不大的 這個是他在自己家裡面 拍給我們的一個照片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女生 其實他的這個年紀不大 可是因為他先天上這個臉型的問題 他臉跟脖子 你看是不是就是相連 對 我們用了這個八字迴鈴線 把他這個弧線弄出來 你們看他的臉看起來是不是看起來就小了 期待已久的臉型就出來了 是 所以你會看到所有的藝人 所有的美女一定有這條美人線 是的 最重要的 美人線很多醫師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在大部分醫師他處理美人線 他用什麼方式 他打肉毒 那就是第一個步驟 不是不是 他不是打在這裡 他是打在這個 打這裡 這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Never T-提拉提法 打肉毒打在這個地方 這有效嗎 坦白說 他會有一些些微的效果 他有一點力量 對於年輕的女生 他有一點用 可是一般35歲以後 女生他效果就很差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為這個方式 他是放鬆緊扩肌 會反而打到整個下垂嗎 他一開始是打到往上拉 可是一般打三四次 當你的緊扩肌開始萎縮的時候 這也會更嚴重 更嚴重反效果 嗯 所以Never T-提拉提法 我個人認為說 他可以是一個暫時使用的 但你太頻繁的施打 可能會導致你這邊的薄臉 會變得更嚴重 哦 所以就用八次回臨線的話 他是 不是改變你的肌肉 而是幫你的這個 真正的緊實 真正的緊實 對 所以 像這樣子真正的緊實 才有辦法達到一個 沒錯 更Nature 更自然的效果 是的 來就像我們第五個步驟 哇 這個也很重要了 對不對 對你想要有桃花臉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 嫁一個好老公 娶一個好老婆 對不對 所以夫妻公就是我們的太陽穴 是 這個夫妻公很多女生會忽略他 為什麼 因為頭髮會擋住 可是我要給大家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是這個手術當中的一個圖 客人是睡著的 他 我們不是全身麻醉 不需要插管 他是睡著的 你發現 這邊 是還沒有施打的 這邊呢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施打 做了一個施打 你看 施打完以後 你發現他下半年有什麼狀況 你說這邊已經打完夫妻公 對 然後跟這個邊的比較嗎 對 除了他的夫妻公變豐滿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左邊這邊的臉也上提了 跟這邊不一樣對不對 對 欸 好神奇喔 我們在 會打這邊跟這邊也有關聯 欸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在看這個照片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夫妻公不施打 你就算下面的臉再怎麼比 你會發現什麼 你會變成是菱形臉 菱形的 很好看 像一種蔬菜一樣 對 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順的 這邊就是順的 你會看到 你仔細看 像這個女生 我們這邊是沒有施打的 這邊是沒有施凹陷的 但是這邊呢 我們幫他施打了夫妻公太陽穴之後 你會發現他這邊臉也有點上提 好特別 我們再看同樣這個女生 這也是凹的 我只有幫他打這邊的這個 夫妻公太陽穴 你看到嗎 他連這邊的臉型都會有點改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要講的 這個很重要 當我們的夫妻公凹陷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眼睛 你的眉尾 你的下半臉會鬆弛的比較快 這個夫妻公太陽穴在解剖穴上面呢 就很像是我們這個船要停在岸邊 要下這個矛 它是一個固定的端點 所以呢 你的夫妻公太陽穴如果飽滿的人 他這個 這個跟這個 他下垂的會比較慢 就是這個端點 地基扎的比較深的點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做完這個 你看我們前面1234 我們把這些緊實這邊緊實 為什麼這個地上的體驗 不僅是因為我們希望你的臉型不是菱形 還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希望這個固定的效果可以更好 可以更久 沒錯 那這樣子才可以達到你長期的一個刮字點 所以這第五個步驟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這個太陽穴 尤其太陽穴其實施打 不是說我們 灌進去就好 它的意思 太陽穴就一個窩嘛 把它灌進去就好了 對 太陽穴的 我之前說過我們臉上的皮膚 組織 不是只有像身體一樣 只有一層皮下的脂肪 它要分淺層跟深層 太陽穴更複雜 而且太陽穴也可以用填脂肪的方式 也可以用填脂肪 也可以填玻尿酸 然後它有四層的構造 四層的構造 對 那到底要怎麼打雷 我們今天張帥也要在 現場為我們做示範 太陽穴在老祖宗的智慧裡 象徵夫妻宮 想要有鎮桃花 飽滿的夫妻宮當然是先決條件 透過畫面我們看到張帥 正在利用Maggie的自體脂肪填補夫妻宮 不過太陽穴皮下 中藥血管很多很密集 所以千萬要慎選醫師 安全第一 才過了短短五分鐘 立刻見笑了呢 你會看到 他的太陽穴飽滿起來的時候 他整個臉型是這樣一個漂亮的弧度 但他這邊是凹的時候 他就好像這樣凹進去 臉型看起來就沒有那麼順 而且當你的夫妻宮飽滿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這裡的臉會比較上提 會比較緊緻 因為我們剛剛在節目當中講 其實夫妻宮這個地方 在解剖上 他就很像是一個固定的毛一樣 他是有一個定住的一個作用 避免他接下來繼續下垂 好這就是第五個 好那第六個就是避免臉頰險 那當然Maggie也沒有這方面問題 好所以我們今天幫Maggie 處理他的這個 好命 這個桃花臉 好命的桃花臉呢 我們最主要就是針對他的這個下巴 還有針對他的這個太陽穴 就是夫妻宮來做一個臉型 上面的一個改善 所以你看從這幾集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好命桃花臉 我們都是請Maggie來做一個代表 從第一集開始 我們幫他打造一個完全新的一個嘴唇 一個性感的嘴唇 再加上一個好命長壽的一個耳垂 好然後在第二集裡面呢 我們幫他原本呢 兩邊無神的眼睛 黑眼圈很嚴重的一個眼睛 然後改善他的雷垃圾 然後再幫他做一個臥蠶 然後到我們第三集裡面 再改善他的一個臉型 Maggie左右兩邊的臉型 各自代表數前數後 照片上看來是不是很明顯不一樣了呢 透過打造好命桃花臉 上中下三集的節目裡 張帥讓大家見識到 Maggie不但回春變美 更擁有一張好命桃花臉 不得不佩服張帥神奇的技術喔 看完了張帥為我們現場用脂肪 來填補我們的太陽穴 然後填滿你的夫妻宮 我們要講最後一個步驟了 這個步驟其實也不能夠忽略 因為一個貴婦臉桃花臉喔 我們強調就是他圓潤飽滿 你這個地方飽滿的 你這個地方緊實的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 你的臉頰不能夠凹陷 所以我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女生的臉好了 哇 命苦 你會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長期就是睡不飽 而且他不只啊 他什麼問題都有 他問題很多 眼睛啊 這個法令 這些都有 凹陷 是的 蘋果肌也是凹陷 臉頰 但是我們把他的臉頰 做了一個飽滿化之後 你會發現 哇 是不是看起來年輕很多 年輕非常多 是不是桃花就多了很多 而且這邊有日期 這兩個月後就改這麼多 是 你再看像這個女生 哇 他最明顯的就是 他的太陽穴很凹 他的附近 他的臉頰也相當凹 是 欸 我們今天呢 把按照這個 瓜子眼六個步驟 我們最後再把他 兩邊的臉頰做的圓潤 你看到他 如果你是他朋友 你會不會非常的驚訝 於他的改變 煥然一新 煥然一新 這整個都不一樣 是桃花會躲躲開 沒錯 這個非常的明顯 那我們現在這個女生 你可以看到說 這桃花更開 這本來應該已經 花都已經凋謝了 這就可以重新綻放 你看 對 我們按照這個 這個瓜子眼六個步驟 然後調整 然後最後再把他這個臉頰 再稍微圓潤一點 但是要注意一點 臉頰圓潤是有技巧的 很多意思是說 反正呢 就像修馬路一樣 把你填起來 變大臉不行吧 填得太誇張的時候會大臉 我們在這個位置 特別是耳朵前面 大概1.5公分這個地方 這裡會有一個小小凹線 這裡剛好是咬肌 跟這個 我們的這個唾液線交接的地方 這個地方很多意思 沒有經驗 他把它填起來 填完以後 會覺得很僵不自然的臉 會變很圓 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飽滿 而不是太圓 沒錯 這個地方我們要避開它 是 好 所以即使只是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小動作 都有他的一些 注意的事項跟技巧在 沒錯 所以今天呢 我們這個張帥呢 要告訴大家 打造你的桃花臉 增加你的桃花運 Part 3 就是跟你的臉型有關 最後幫我們總結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讓我可以當一個總結 你看到這樣一張臉 是不是就是標準的桃花臉 是 是不是就是你的這個貴婦臉 沒錯 我們做了什麼 命很好的 這個第一個 我們調整他的臉型 他不需要打瘦臉聲 但是我們有拉提 他的嘴邊肉 他的下巴呢 我們其實不需要另外用 但是他的這個美人線 不過這個量 我們有在幫他收緊實 太陽雀 對做一點這個 夫妻工作 做一點填充 臉頰凹陷這個地方 幫他微調一下 他的臉型完美了 然後再來呢 他的桃花眼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地方 有一些黑眼圈 我們幫他做一個改善 再來 他的這個 象徵這個 這個耳垂 還有這個你看 嘴唇 嘴唇 他嘴唇也有動嗎 嘴唇也有動 嘴唇 他是用玻尿酸動的 玻尿酸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藉由這個 這三集的節目裡面 我們要怎麼讓一個人 他可以 哇 一個讓人看得好開心 讓很舒服 自己也很開心的 一個桃花臉 桃花代表不一定是說 一定是異性什麼 包含是你的人緣 沒錯 那要怎麼做到 這個一個程度 沒錯 改善你的臉型 就是我們的瓜子臉 然後改善你的眼睛 打造你的桃花眼 放電了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再加一些 點綴的 好像嘴唇 或者這些點綴的 你整個人的感覺就是 好命好運 自己變好了 變漂亮了 對不對 當然運氣就會改變 是的 好的桃花就會向你靠近 我們今天再次感謝張帥 帶來我們這個 Part3的 打造你的桃花臉 跟著張帥的步驟 你也會很好的桃花運 謝謝張帥 謝謝 謝謝 張帥 張帥 醫師專利 三次迴零線 往上拉緊 回覆景冰線條 8次迴零線 讓蘋果肌更加挺立 改善馬令紋 木耳紋 使您的臉更V 更平順 張高正醫師專利 八次迴零線 拉回您的美麗線條 008862-2973-8333-930-3933-街震